我覺得這個不只是ICT 全部的產業都一樣 它需要這個電能的供給 基本上符合兩個條件 第一個是穩定化 第二個是低碳化 只要滿足這兩個 不管用什麼都OK 核電我們定義這個綠能有兩種 可再生能源跟潔淨能源好了 基本上這個都泛稱綠能 綠能是比較有政治含義的 可再生能源當然不包含核電 因為它不是自然界的東西 你要去買釉礦來做 對不對 但是潔淨能源絕對是八反核電的 以這個來看的話 只要你能夠核廢料能夠有效處理 而且現在科學越來越進步了 我們自己本身有個太陽能團隊 它現在是負責設計自己屋頂的太陽能 那這時候我們發現 我們屋頂布的好像不夠密 那現在我們會把它重新規劃 把它架高 讓上面整個都是太陽能 我們可以從67k瓦變成700k瓦 什麼時候可以到700k瓦這樣 幾個月後就可以看到 我們當初簽的那個價格只有67k瓦 簽了20k瓦當然可以繼續賣 那你多出來的部分 你要賣給台電要另外再億 那至少是平價吧 對不對 那不管怎麼樣這就是綠能 最大的意義就是說 我有多了700k瓦的綠能可以使用 這就算成我們的綠色的權益在我們身上 用100%的綠電或探權都是一種遊戲規則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種新型態的經濟戰爭 是一個新型態的經濟戰爭 經濟革命 我們在一起的同時 每個人的綠電影 那都可以使用 這在俄羅斯厥系列 的是我們很需要